民間鄉大政村是南道館 台美及翁來的重要產品 但是大客人順利盡到各邊坡 等年以來受到豐富的成果 正先進來探訪 典向人民的土壤也開始流執 經過民眾的領執 行政與中央進行中出白費 回動農委會主義保局南道分局 來到研究費項 並說明豐華近視的進度 以及三個未來就能完工囉 民間鄉大政村 地區旁邊的博覽 多年來受到豐富的成果 讓土壤和東南的幫助掛材 造成無法白費 影響到旁邊的地區 因此行政與中央進行中 蔡白費回動農委會水保局 到現場回抗 華建設的進度 也已經將港電發報 我們來到民間想到的是什麼呢 四季村 沒有錯四季村的茶大部分來自民間 同時最重要的 它是台灣茶的故鄉 尤其是首搖引都來自這裡 我們有很多的茶園 可是早期我們並沒有做全面的邊坡防護 所以靜脈極端氣候 如果暴降雨 可能就會把土石給沖刷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 一百多米的邊坡防護做好 這樣兩邊的茶園 好多地主他們也比較安心 免得只要一下雨 他們的茶園就會流失 在這裡今天我們蔡白費執行長 帶到水保局來到民間這裡 看到這個鴨花所要靜在的一些 一些排水的或是說一些博客 都需要做 感謝我們執行長 今天對到我們一些辛苦的農民的關心 我們民間鄉有很多這樣的區域野溪 它只是做部分的 那這個大雨來的時候都會讓農民的土地來流失 我們今天感謝蔡白費 再把一些沒有完成的地方來繼續完成 讓保守這些農民的土地 讓農民可以更安靜 本工廠除了加強兩邊給花 也很小就做固定工廠 必須要讓水繼續沖滾 當時也是做思維 動物通道 除了改善問題也保護動物 讓農耀經濟和主人心態都可以檢固 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 一個是安全的防護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在做這個工程的過程中 也保留了動物的通道 然後那個溪底的路面也都不會做這個混泥土 最重要的就是讓海灣的農民跟生態 能夠生生相惜 橫向的保護是用護岸 中向的保護是用坐固船工 這樣的話 或是發生好大雨的時候 這樣的話 這個洪水都可以很順利的排放 而且也對兩地的農地保護都非常的切實 而且我們也考量生態的問題 有一些生態通道跟淨水池的時候 淨水池的時候 後續老百姓也可以要來用水 也可以來那邊做一些啟用 所以我們都有多面向來做考量 本工程儀儀儀在三個月來可以完成 希望到時候可以讓農民 更加安全便利的環境建造 記者在臉書上報道